Hello大家好,我是龚腾 此时此刻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特别开心的向新老朋友宣布一个好消息 国产神剧毛片的正统续作 城市的边缘已经正式定档4月28日 这部剧最初的名字叫做《张良记与过墙梯》 没错,你没有听错 2015年豆瓣9.7分的网剧巅峰毛片终结篇顺利完结 时隔7年,我们终于可以再次看到那群街头毛片书写的故事 作为毛片系列的忠实粉丝 得知新剧定档的好消息之后 龚腾就立刻开始策划这期导饰节目 在此期间,我还专门想办法联系到幽影文化的导演和主创们 提前咨询了很多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 正式介绍之前,让我们先看预告 我父亲最后找我那次 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用你上半辈子去经历 别人没有经历过 用你下半辈子去经历别人正在经历的 久仰猫哥大名一直想拜访你来着 想着跟着您发财又怕您瞧不上 所以自己就冒了个尖 你想路火没问题 但是按照规矩 你得先纳投名 好 往千岁 沙子 羞耻壳 好臣 耻 舌 从 问题一 关于内容 网剧《城市的边缘》属于毛片系列的番外作品 主角团后期的领导核心小宝将会继续担任这部剧的主角 毛片主角团的其他人虽然都会出现 但是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戏份 李导告诉我 如果把毛片终结篇比作宴席 那么《城市的边缘》就更像是大家平时吃的家常便饭 因为《毛片3G》的主线剧情已经讲述得非常完整且圆满 有关狐狸 工会 K2 拥河 软病毒以及五大公司的故事 其实没有太多续写的空间 再加上如今的网剧拍摄和审核环境 相较之前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看完预告片之后 相信大家肯定能意识到 网剧《城市的边缘》应该会围绕小宝 讲述逐多单元剧和主线交叉推进的全新故事 终结篇末尾团队解散之后 独自行动的小宝将会遇到哪些新的对手 新的挑战 翻外篇的定位意味着本剧和毛片有关 但是不会和过往的故事产生太多的联系 这种定位有助于剧组打破原有束缚 以角色为核心 拓展思路创作出更多精彩剧集 希望《城市的边缘》能够吸引更多新朋友入坑精彩的毛片系列 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看过毛片的新观众 并且恰好正在看这个视频 那么龚腾推荐你可以通过置顶评论 点击进入我的毛片最全安利系列 帮助你快速入坑这部神剧 看过的朋友基本都说好 不信你看大家的弹幕 问题二 关于期待 如果你是苦苦等待或者默默等待毛片剧组更新的忠实粉丝 此时此刻你已经对网剧《城市的边缘》怀有非常强烈的期待 那么龚腾在此还是需要稍微提醒一下你 多半9.7分的国产剧毕竟只有四部 多半9分以上的国产剧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虽然我愿意相信幽影文化出品的剧集质量 但是因为城市的边缘的格局和框架并没有毛片终结片那么宏大 长时间的等待也会不断提升大家对于新剧的期待值 所以正式播出以后 过高的期望还是有可能会转变为失望 作为把毛片系列重复观看几十遍的人 虽然我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碧晨曦的反击 看到小宝的德国之旅 看到邵半仙的盗墓生涯 看到更多波澜壮阔极限反转的精彩故事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希望看到中介片团队解散以后 小宝 少庄 安宁 李伟 东东 甜甜 这些角色还会经历哪些不一样的人生 综合目前得到的信息 龚腾认为城市的边缘的定位可能会更偏向于后者 问题三 关于未来 很多粉丝都会调侃幽影文化是一个只拍不播的剧组 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不希望自己拍摄的剧集 顺利播出的团队 所以每次看到剧组拿只拍不播调侃自己的时候 我的内心多多少少还是会替他们感到一丝心酸 好消息是幽影文化早就已经拍完的多部剧集 比如《义无志》和《麻辣》系列等等 接下来应该都会陆续定档上线 龚腾肯定也会持续总结分享最新消息 如果城市的边缘能够取得不错的评价和成绩 相信我们会有机会看到更多毛片系列的番外剧集 11年前毛片第一季正式开拍 在那个智能手机远没有普及 人们还需要经常去银行ATM机取钱的年代 几十个大学生用简陋的设备和基本约等于零的投资 在石家庄的街头逐渐开启属于自己的追梦之旅 11年后虽然创作的过程依然磕磕绊绊充满艰辛 但是这群更加成熟的老朋友们依然在探索演绎新的故事 11年前毛片第一季顺利完结 赵宁推出团队成为一名网络小说作者 他写的小说叫做《城市的边缘》 11年后毛片系列番外顺利定档 他们的剧集也叫做《城市的边缘》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希望《城市的边缘》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故事 龚腾也会继续高产完成这部剧的分享讲解 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新老朋友的点赞关注和三连支持 我是龚腾 我们4月28日《城市的边缘》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